帕尔瓦迪又一次变身为加利 这一次是和阿修罗罗电大战 两人站了三个钟头竟然没分出胜负 事情的起因还要从地势天鹰陀罗说起 在被罗电夺了天地之位后 一只狗在农场干活 但随着狮婆和皮尸奴回归 鹰陀罗觉得有了后台撑腰 便趁着罗电中午熟睡 提着八米大刀准备偷袭罗电 就在他要得手时 被一只大手拦住 卢西坦及时出现阻止了他 然后一脚把他踹倒在地 接下来胖揍了半个钟头 鹰陀罗找准时机逃了出去 来到吉罗梭寻求士婆庇护 罗电和卢西坦得知后 便派兵去吉罗梭要人 结果双方在吉罗梭山脚站了起来 阿修罗军队没多久就被干没了 罗电不顾老婆图拉西反对 决定亲自出马 图拉西只能祈祷老公得胜归来 把象征自己忠贞的猪串 带在罗电脖子上 这个猪串是图拉西常年 供奉提施努所用 蕴含了无穷的守护之力 罗电来到战场果然是无敌的存在 根本没人能靠近他的身体 一刀解决一个 很快来到英陀罗这里 就在罗电准备一敌多时 卢西坦也匆匆赶来帮忙 但罗电自是有无敌的威力 以卢西坦姐姐的名字启示 禁止小舅子踏入战场帮忙 他不知道的是自己要面对家里女神 他的怒气只有一次让世界遭了罪 画面一转 家里就提着八米大刀走向罗电 两人足足厮杀了三个钟头 依然看不出熟强熟弱 最终家里忍不住开始Buff加持 家里把身形无限放大 向罗电喷出火焰 但罗电丝毫不惧 凭借赐福和老婆的忠贞守护 依然和家里僵持不下 愤怒的家里开始慢慢失控 眼看万物都在毁灭 师婆开始不断呼唤帕尔瓦帝 让他做回自己 众人也全都祈祷家里冷静下来 没多久 家里的怒火慢慢消退 恢复成帕尔瓦帝的样子 罗电还以为家里干不过自己怂了 不断讥讽帕尔瓦帝 要与他一战 师婆看不下去 闪现来到战场 准备一叉子把他送走 皮诗弩也跟着过来阻止师婆 毕竟罗电身上带着老婆的忠贞守护 不得不说 罗电的牌面果然够大 皮老师劝他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否则必然要迎来毁灭 罗电哪里听得进去 此刻的他自以为天下无敌 连家里都干不赢自己 皮诗弩告诉他之所以还活着 是因为身上带着老婆送的猪串 靠老婆的守护 不幸可以把猪串拿下来试试 罗电不信这些 就把猪串摘了下来 没了图拉西的忠贞守护 师婆也不用爱手爱脚了 面对冲过来的罗电 直接致出三叉戟 送走了傲慢的罗电 随后皮诗弩定格了时间 给罗电的灵魂解释了这一切 使他得到了解脱 安安心心地去投胎转世了 卢西坛看不到这些 只知道是三象神杀了自己姐夫 事后卢西坛把姐夫抱了回去 并给姐姐说了事情经过 图拉西伤心欲绝 要求和老公单独相处 越想越气的 他不断呼唤上主皮诗弩 皮诗弩为了安抚他的情绪 现身来到他身边 没等皮老师解释 图拉西就用毕生苦修之力 发起了诅咒 皮诗弩虚心接受了他的诅咒 之后又给图拉西解释了 他老公的一切 图拉西悔恨万分 但腹水难收 诅咒不能撤销 他不断向皮诗弩忏悔道歉 皮老师比较大气 非但没有怪罪于图拉西 还自服他可以和自己一起被诗人祭拜 在皮诗弩离开后 图拉西为求解脱 死在了老公身边 而等卢西坛回来给姐姐送出串时 发现图拉西也离开了人世 他以为姐姐是追随姐夫迅情 把这笔账也算在了试破头上 余生活下来的所有目标 只剩下向试破复仇 这肯定是你见过最奇葩的大战 战场上他们不是用刀枪棍棒拼杀 而是搞了一波才艺比拼 一边集齐了印度的各种神与仙 另一边则是单枪匹马加无数分身的修罗王 原来修罗王本是毁灭神师婆的衍生体卢西坛 诞生于师婆跳坦达瓦留下的汗水 所以他天生就一身的艺术细胞 但从小就被师婆送给修罗王抚养长大 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是阿修罗 由于各种原因 毁灭神师婆把卢西坛身边的亲人全部攒 成了他一生最大的仇敌 一心复仇的卢西坛想方设法提升自身实力 这天他经过坦达仙人的丛林 发现一位少年在打鼓 随着鼓点的震动 一层层能量波蔓延开 石头都被带到半空 卢西坛被这一幕震撼了 赶忙问男孩使用的是哪门幻术 男孩回答自己只不过沉浸在音乐中 这一切都是音乐之力 卢西坛自此开始偷听坦达仙人讲课 连续听了一段时间后 凭借超凡的学习令 吸收了坦达仙人的全部知识 回去后 卢西坛开始温固而知心 冥想了三天三夜 成功觉醒了体内所有的艺术细胞 变出一把维纳琴 准备用音乐迷住师婆 然后拼坦达娃把她毁灭 吉罗梭这边感应到卢西坛的挑战 连夜开会安排战术 商量之后 决定游揪摩罗吹笛 大象神家内食敲通鼓 吉祥天女拉克什米打零板 老牛男体演奏大鼓 一群小鬼使用杜比琴和管乐 大天师婆则手摇打马路 次日 卢西坛就单枪匹马闯到吉罗梭 在火葬之地不断叫嚣让师婆现身 师婆来到火葬地与卢西坛相见 在两人谈判无果后 吉罗梭一大家全部拿着乐器出现 这应该是宇宙级的乐队和乐师了吧 卢西坛见状则变出一个师的分身 每个分身手持不同的乐器 然后两支乐队就掰头起来 刚开始还比较和谐 随着音乐的升温 两股强大的力量在半空相遇相容 师婆被音乐感染 不由自主想要跳舞 在简单摆了几个姿势后 终于控制不住动了起来 不满意也上来表演才艺 希望通过师婆送上他跳坦达瓦 我不其然 听完宋哥师婆表演起了坦达瓦 卢西坛不忍让师婆寂寞 和他一起PK 后面还有两支超牛乐队为他们配乐 两支坦达瓦的破坏力加倍 世界又又又一次要毁灭 师婆越跳越兴奋 还把身形无限放大 地母再也承受不住 晕了过去 好在师婆一家老小用音乐唤醒了师婆 其实停止了坦达瓦 但卢西坛还在手舞足蹈 师婆为了让卢西坛停下 拿出打马路鼓摇了起来 她的鼓声盖住了一切音乐 没多久就把卢西坛的分身全部摇走 散发出一股股正能量 大地慢慢被修复 万物重新生机盎然 卢西坛像是喝了迟钝剂 越跳越慢 越跳越累 从她体内分出一股黑烟 随后被鼓声震得烟消云散 卢西坛也坚持不住倒在地上 重新醒来的她像是换了一个人 没了愤怒和憎恨 心灵得到净化 开始挨个向众人忏悔道歉 师婆给她解释了 从她出生到现在发生的一切 卢西坛经此一意 学会了且听且望且随风 且行且看且从容 在开始新的旅程前 请求师婆解脱她的哥哥安陀家 师婆随她所愿 把一直插在三叉戟上的安陀家 变成了一座灵家 取名为安陀家之主大天 最后次弗卢西坛成为星辰曼加尔 也就是火星 把她送到宇宙深处履行她的使命